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说 接下来的行情是怎样去走的 那么在昨天的影片 我就有说到说 要关注的一个MACD的关注时间点在15分钟 那一旦15分钟走出底背离的话 我们就可以布局 那不幸的话 你可以看回昨天的影片 那么这个行情也确实已经发生了 这个位置的布局 那么昨天确实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下来 然后形成一个底背离的状态之后 然后后续的行情就一波拉涨 那么这个行情以此时此刻来讲的话 MACD的角度我们看待的是4小时的位置 那到了之后暂时被压下来 而它被压下来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这个肥婆618的这个位置 那么来到肥婆618的位置 刚好也是前面的这个阻力区 那么从这个阻力区的位置来讲的话 它被压下来迅速出了一个天针 那么这个针拉了下来之后 是否说接下来的行情要往下跌了呢 那如果说真的要往下跌的话 我个人会密切关注的 是下一个肥婆0.618的位置 大概是58,100多美金 那距离这个价钱来讲的话 还有一千美金 那么它能不能到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我们现阶段暂时还看不住 可是如果说它真的回来有找到支撑的话 那么真的可以准备布局做多单的 那么再来看看说 以这个指标昨天有稍微的聊到说 下方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支撑 对不对白色线 那来到白色线最后的这个支撑 顶住了之后 形成一个反弹 去到上方的蓝色线又压下来 那么如果说接下来它真的有办法 下来0.618顶住 然后再反弹上来的话 那么上方的这几条线 都是我们可以密切关注 所以说昨天的影片有讲到说 行情有可能有一个反弹的机会 那反弹上去要去到6万美金 而6万美金恰恰也是一个 强而有力的一个主力区 那以目前的整个MACD的角度来看待的话 暂时还是非常之纠缠的 它最多也是来到4小时的这个位置 那么4小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它还是有这个底背离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底背离如果说 它接下来要走一个更加漂亮的底背离的话 它有一个这样子下来 然后再拐头上去的话 那么4小时图完成底背离 然后再一波拉涨 那么6万美金就一定会突破了 那如果说你本身是还没有布局到这个多单的话 接下来的机会你可以去留守一下 看看有没有机会来让你布局到 那么如果说这一波行情真的可以做到的话 它来到618进行反弹上来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关注更上面的位置 那么更上面的位置来讲的话 我个人会密切关注的 就是再一次回到0.618的这个位置 那再来的话我们刚刚是讲到说 如果它下来回调我们可以准备做多单 可是此时此刻来讲的话呢 有没有做空的机会呢 那么是不是已经错过布局做空的这个机会呢 那我个人是会告诉你呢 如果行情在这一个地方 在一波反弹上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就可以准备留守布局做这个空单 那么呢我们往MACD来看的话呢 目前我们也是可以关注15分钟的时间 那么15分钟来讲的话呢 你是可以看到说呢 现阶段是来到彩虹线的青色线 那如果说去到青色线再进行一波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呢有可能是会破前高 那破掉前高之后呢 它又拐头跌破形成假突破的情况之下呢 那么空单就可以布局了 可是如果说呢假突破没有形成的话呢 那么大概率就会再次向上涨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接下来 今天我们可以关注的这个行情走势 那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个行情的这个观点和间接 那如果说我有任何布局的话呢 我就会分享在我们的Liscord VIP里面哦 所以说呢如果你有兴趣要加入我们的Liscord VIP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 同时呢有来报名我们的两天线下课的呢 我们都有这个交流期哦 那来到交流期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在这边一起做功课 或者是一起讨论这个两天课的内容哦 那么除此之外呢 你还没有注册Bybit的话呢 这边呢也是欢迎你赶快把Bybit注册起来 因为你注册了Bybit之后呢我们是可以加入这个福利团的 同时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VIP哦 所以目前来讲呢我们的这个社区呢是有蛮多东西的 你是可以来看看的好不好 那非常感谢你 记得订阅我关注我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明天见 拜拜 by bwd6